大家好我是嗓音很沙哑的顾俊好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本来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近期最容易录制的一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真的就很简单好吧 那如果你有看过去年的视频的话 这支永诺的索尼F1卡口的这支50 F1.8 被我评为了去年最让我觉得惊喜 最让我觉得意外 最让我觉得值得效果最好的国产镜头 那现在这镜头呢 来到了尼康的Z卡口 好吧就是我这边的这支Z卡口的50 F1.8 那根据我的测试呢 好吧就是我觉得它画质的表现 跟这支索尼F1卡口的是一样的 好吧就是表现超级的棒 那现在它来到了尼康Z卡口 所以你使用Z5 Z6 Z7 Z9的话 现在可以购买这支永诺50 F1.8了 好吧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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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好 但是原厂听头进光量会略微多一些 然后锐度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拍的照片比较远的时候 我会觉得永诺的锐度似乎跟尼康一样 或者比尼康的锐度要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对的对焦距离比较近的话 就是接近于最近对焦距离的时候 似乎又是尼康的表现要好一些 这些都是我怎么说 就我觉得就差别真的很小很小 硬看放大到100%硬看的对比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对你选购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你预算足够高 当然可以选原厂听头 如果你预算没有那么的高的话 永诺一选了 你绝对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爽 或者是觉得有任何的失望之类的 焦外焦外这东西真的见仁见智 我会觉得永诺的似乎看上去要更加柔和一些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下载的自己看 就是知道现在你这样看不到哪只是哪只镜头对吧 但是我会觉得永诺的看上去 比尼康的似乎焦外表现要更柔和一些 尼康的在里面有一些角度 有一些焦外会看上去有一些脏脏的东西 那永诺的看上去会比较好一些 好吧 但再一次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这些东西 那后来我又对比了一下如果在边角处之类的话 如果你光圈收小要边角处达到最好效果的时候 我觉得尼康的表现会比永诺的略好一些些 两个其实表现都不错了 但如果你要是在意的是F8的边角质量的话 我觉得尼康会有更好一点点的表现 紫边的话我觉得永诺控制的看上去是要比尼康的好一些 然后炫光的话差不多我觉得可能永诺的会好一点点 但是尼康的进光量会多那么一点点 好吧 讲了这么多感觉你也没有清楚真的是哪个碾压哪个这种 所以照片好吧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比较 因为我不想把话说的太满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说尼康这支原厂镜头 因为大家一直是觉得这支原厂镜头已经表现好到 已经可以打败其他的原厂的F550 F1.4 1.2之类的 就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说我把这支永诺说的太满 但是保守来说我觉得这支永诺的表现 至少在我的测试中 我觉得最起码是可以跟这支尼康50 F1.8打平的 好吧 以它的售价打平基本上就算赢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了 我真的很怕把话说的太满 好吧 那如果你要说对焦的话 我觉得永诺在日常的拍摄当中 基本上你感觉不出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在一些极端的背光的反差低的情况下 永诺的在我的Z9上面 就我不知道Z5 Z6 Z7是怎么样 永诺的在一些极光的背光的对比度 反差度很低的情况下 依然会有一些找不到这个对焦点的情况 但是好吧 我在测试当中我换上这个尼康的这支原厂镜头 的时候表现依然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我不能说永诺这支对焦表现是完美的是无敌的 但是他会遇到这些情况在这支原厂镜头上也是会遇到的 好吧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不想把话说的好害怕现在做事情 好吧 就是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对焦好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吧 但是从日常的拍摄当中来说我觉得完全我是满意的好吧 就是不管是这支镜头还是复长永诺这支镜头 我觉得对焦表现都是ok的 只有一些极个别极端的情况下 好吧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了 我觉得这支永诺的这支50f1点吧依然在尼康卡口上也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支性价比比较高的日常拍摄可以用的比较小巧便携的 我觉得永诺可以但如果你追求的是原厂镜头如果你追求的更好的是它的做工它的用料 它的手感它的外形 尼康这支原厂的明显要比永诺这支看上去要高级很多 好吧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国内的售价的差价是怎么样的永诺这支镜头依然的售价是2000块人民币 同时呢我的淘宝店也有卖的好吧 就是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一下的话你可以在我的淘宝店买一下这支镜头 如果你需要这支镜头的话那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原厂镜头的话 如果你不是太在意价格的话尼康的这支50f1点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它就像网上别人说的那么的好 就是它的画质表现 它除了光圈是f1.8的 但其他的画质水准我觉得真的就已经跟其他厂商的f1.4是差不多的 好吧 包括它的售价也是 Z卡口的50f1.8应该也是会出现在我今年的国产镜头的这个名单上的 因为它表现真的就是从去年到今年 好吧 就是我觉得依然是让我觉得非常满意的 包括如果我使用尼康Z9 4500万像素的这个照片进行拍摄的话 我依然会觉得它非常容易就喂饱了这个像素 毫无任何压力 它虽然长得丑丑的 但是真的是画质是非常OK的 那同时呢 如果你把它搭配在Z9上面 如果你买这支镜头用的也是Z9的话 它可以站着 它不会这样倒过去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强迫症的话 这也算是个优势 好吧 这支永诺的660寄过来给我的时候 老说我看到这么大 但是用了一下 我觉得真香 那如果想了解一下这支永诺660的情况的话 留言或者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 然后可能我在我的顾俊开箱的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 这个多聊的5块钱 大家还满意吗 就是你觉得我沙哑的嗓音 是不是听时间长了还觉得好吧 蛮迷人的 是不是不想我要好起来 好吧 那我们很快在很快在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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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可以下载一下这些照片自己对比一下 拜拜